非常6加1 数起儿童特别节目闪亮登场了 这里有最可爱的小精灵 这里有最活泼的大宝贝 这里的孩子可以随心所欲 这里的大人可以重返十岁 这么多是什么样子 你想重门童年吗 你想得自己的宝贝一起自由畅想吗 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度过炎炎夏季 非常6加1 数起儿童特别节目 看完保证你也会醉 我最近爸爸妈妈生了一个哥哥 你宝贝 我不爱你 爸爸 我爱你 我们也爱你 这是爸爸是吗 是你们二位老哥呀 真沉得住气 是什么呢 是谁呀 这是自己想说那是一位老哥 是不让儿子 这儿子 是不让儿子 H-T-R-O H-T-R-O Shaun Chambers from wieckin you burn askedlettwo 加油 加油加油 achtetble saiddoll 謝謝姑娘們 謝謝孩子們 謝謝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非诚勿扰》6加1 暑期儿童特别节目 我是朱迅 欢迎大家 一到暑假呀 就是孩子们最开心 最热闹的时候了 今天将会有五位 或者说是五祖小朋友 将在这个舞台上 绽放他们的风采 但是我们只有一位 或者是一族小朋友 可以成为今天的《非诚勿扰》 小明星 决定权啊 就在现场观众朋友们 您的手中了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 加油诸位好不好 加油 来到6加1的孩子啊 一直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挑战大明星 那接下来赶快 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现场的两位大明星 首先为您介绍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文章 好了 大家好 另外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 6加1的老朋友周伟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赶快请出今天的主角 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一号小选手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叫汤米 今年四岁 来自山东近来 今天我给大家发布一个大惊喜 先发布之前 先给大家唱一首歌 歌词的名字叫 地子龟 我们要被送地子龟 地子龟 地子龟 天年的历史留下来 请不要假装 不灵不灿 地子龟 小年纪 就叫地子进行 把爱说偶尔心远 有一笔 小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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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们的话 原来每个小孩 都不简单 我感受得到 我听闻得到 我孩子活跃 我更精彩 啊 学学了 玩去咯 Everyday I'm suffering 天哪 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来的呀 来 听听 谁的点评呢 好孩子 文章叔叔 第一位出来的小朋友啊 非常让我真的是 就是很想上去抱着他 你知道 对 他太 太可爱了 长得这么可爱 长得那么俊俏 好宝贝 赶快给我们做一下 仔细的自我介绍 来 大家好 我叫他名女 Michael 是我的名之一 摆动你身体 大家会一起 跟着我脸色 都拍进你的手机 我说他名女 我又 他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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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大家开心就是我的动力 我先说到这里 下边还有后续 我先说到这里 下边还有后续 哎呀 我们没听清楚 再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谁 你是谁 唐明女 我都说了三遍了 我叫唐明女 我想问你唐明女 又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 哦 这有时代感的 有时代感 是这样的 我说唐明女 你说又 好好好 唐明女 又 又 这就有互动了 你逗猴呢 你这 谁要你想看猴子 我以为他一直让我们 关注唐明女 又变那位美女 你发现没有这个孩子特别有意思 你 他平时就是这样 也不笑 也不闹 特别淡定歌 他眼睛扎一扎 然后一说起话了 就有那个发出来了 你的两个最标志的表情 让我看一下 平时你是什么状态 那你 你 最酷的表情是什么状态 还一定要咬着下嘴唇 好孩子 你有没有特别酷的节目啊 你的表情就已经够酷的了 有吗 有 来 还有一个特别酷的节目 需要换一下衣服 小人的东方有一条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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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着梦 他的名字是家黄鹅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小鱼 孰老的东方有一条小鱼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孰老的东方有一条小鱼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言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言 他们全都是 美国人的国 我们全都是龙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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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年全景都一个月 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 野花药少不仅在心间 每月每日可以对家的思念 每月每日可以对家的思念 哎呀四岁已经很不容易了真的 宝贝你今天你刚才说你要发布一个消息还是一个惊喜来着 惊喜 哎呦惊喜 你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最近爸爸妈妈生了一个哥哥 生了一个哥哥 哈哈哈哈 你最近爸爸妈妈生的你应该叫弟弟孩子 是哥哥 弟弟 哥哥 弟弟 哥哥 弟弟 哥哥 我我能问问你 你哥哥多大吗 什么 你哥哥多大 几岁了 27岁 确实是哥哥 哎 你哥哥来没来 来 那能不能请哥哥上来 你们相认一下 可以 太苦了 来吧 让我们又请哥哥 真的是个大小伙子啊 欢迎你 你是爸爸妈妈最近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生出来就这么大个啊 哈哈哈哈 对 因为当时生他的时候 因为我不在身边嘛 也是爸爸妈妈给我一个惊喜 是瞒着我生的 为什么要瞒着你生孩子呢 因为怕我接受不了 这瞒得住吗 那说明你一年没见到你妈呀 是 因为当时我是一直在北京工作嘛 然后他们都在济南 后来 为什么他跟我就特别不熟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北京 跟他见面的时间特别少 你几岁离开家乡的 我十六岁 十六岁就离开家乡了 对我十六岁 一直在北京工作 对对对 真的 真的真的是一个 哎你妈来了吗 我妈妈来了 您上海吧 让我看你一眼 来来来来 这哪下母子明明是姐扎嘛 哈哈哈哈 你当时是瞒着儿子生了另一个儿子是吗 对对对 感觉也是这么大岁是吧 感觉也是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 这个确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真是没想到的事儿都 哎呦 我觉得这应该谢谢妈妈 多好 等他长大了 你就有个份儿了 哎我想问一下 既然是兄弟 一定要 这个兄弟要 对 然后我们 熟络一点 我们俩好像像摸鲁人一样 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熟 后来我们慢慢接触 然后我们互相 他小的时候特别有一个优点 就是听到音乐就会动 所以说我就 因为我之前学过跳舞嘛 然后一直交给他的舞蹈 真的 然后呢经过这一段的接触以后 我们会慢慢变熟悉了 然后他跟我也亲了很多 太好了 这个妈妈看着也特别的高兴 这样吧 带来一个最精彩的节目给大家好不好 我们一起在下面看 谢谢妈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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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痤痤痤痤痤...? 那你不过吃这个 一次性命是个很长的 不过去 我明白了 爱谁谁的意思 那没办法 孩子急急的要求我们要满足 同样的VBOX 好 文章版 可以吗 满意吗 可以 好的 谢谢文章 谢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小选手 别忘了今天在最后的时候 给我们一号小选手 头上宝贵的一票 加油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小选手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级的林依菲 今天发布的是我的新书 女神的修炼秘籍 在分享之前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叫公主的奇幻旅程 母亲的修炼秘籍 我妈的宫殿 有神秘的蔓延 公主的手中 捧着爱的魔法宝典 她会挥手把梦实现 留下一道彩虹的狐线 为你死的情节 邀请你去冒险 王姐会迎着开心 好被天使加冕 哈利波特梦迹浮现 起扫发女巫永远唱年 阿迪玛玛丽莎的微笑 有什么秘密 还是公主灰姑娘 还是社会的美丽 时光接下一站 有什么精神出现 欢迎王丽群 准备好兴起 它是一段梦中的奇幻旅程 穿越过南亚风轻的远离 今天提到幸福的生意 欢迎王丽群 带上好兴起 我们天平天的罗浮光无敌 月望到一天难哭了世纪 留给未来无限重新 来 我还可以坐上来吧 你想听到谁的点评 这位哥哥的点评 我跟你说啊 我一直就有一个心愿 就是想有一个这样的女儿 真的是 就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一个女儿 太好了 而且刚才你一上来 那你要发布什么 发布你写 你要尿 我要发布我的女神修炼秘籍 女神修炼秘籍 天呐 这么小你就有秘籍了 那你肯定能修炼成女神 真好 哎呀 小公主 来跟大家再做一下仔细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林一飞 我今年六岁 我来自北京 我的英文名叫Sophie Sophie的意思就是智慧 我长大想当一位智慧的女神 今天来到非常6加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女神修炼秘籍 真的啊 我六岁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女神呢 她都有秘籍了 你能告诉我 你的修炼秘籍1是什么 女神修炼秘籍1 女神得学会还爱看书才行 妈妈说 爱学习的人才能当女神 妈妈说 爱读书的人才能当女神 你很爱读书吗 哎呀 我还爱读书 我还得过很多奖 真的吗 我们看看 我真的得过好多奖啊 你才六岁就得过这么多奖状 但是你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吗 是啊 就是有些时候有一点点不爱学习 比如就像上尤克里里课一样 尤克里里课要每次都要上两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我能坐住第二个小时都坐不住了 因为第二个小时总是也 总是那个手锅的疼 而且那个总爱哭 疼到哭是吗 可是我从来没跟妈妈说我不学书克里里了 为了坚持上来当女神 我必须要学很多乐器才能当女神 哎呦 孩子 这么大孩子如果是按普通的规矩来说 精神如果能急升四十分钟 这就是极限了 要学两个小时吗 对啊 而且把手弹得好痛对不对 对啊 那你现在尤克里里弹得怎么样 弹得可好了 朱讯姐姐 我可以弹你手吧 真的吗 真的 那尤克里里来了吗 来了 来来来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it happy 晚餐香菲 油温的辣椰 泡沫穿了鱼 你从没开 买的香味 你是我的阳光 生命的阳光 你是我快乐 永不悲伤 你从不知道 我要多么爱你 我们来永远不悲伤 你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晚餐香菲 油温的辣椰 泡沫穿了鱼 你从没开 买的香味 好可爱 来来来宝贝 跟这个泡泡好搭呀 好的 好孩子 那我能问问你 女神修炼秘籍二是什么 女神修炼秘籍二 女神得好爱运动才行 妈妈说爱运动的才能当女神 你爱运动吗 哎呀 我爱骑滑板车也爱 拍球也爱跳绳 猪炼姐姐其实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舞 跳舞既能锻炼身体也很美丽 真的 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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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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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那修成女神的第三个秘籍告诉我 除了爱决心爱运动之外 第三个秘籍我要等着挑战大明星 真的吗?那就赶快来挑战大明星吧 来 摘下眼镜 谁让你说想要我们这么一个女儿呢? 宝贝,你要挑战周伟哥哥什么呢? 我要挑战周伟哥哥走秀 走秀 好,你先做个示范 你先来,好不好 你来 好了,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挑战的是女神范的走秀 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有点难 因为周伟哥哥是男神 所以他在表演男神范的 我表演一个男神的,好不好 男神范的 男神,就跟你差不多年龄的 男孩子,来 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其实要是挑战女神版的 竹迅姐姐是最合适的 要不要他也来一个 好,大家掌声欢迎 我需要一个道具 是我还是他 我都要,两个道具 那不成一家三口了吗 我觉得这种威信的感觉特别好 好吧 试试看 来,三,二,一 哎呀,真的是像小公主一样 真可爱,宝贝 你是我梦想的姑娘 好了嘛,叔叔算考试合格了吗 算吧 好吧 祝我们的女神茁壮成长,好不好 拜拜 拜拜,谢谢 好的,大家请记住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小选手 别忘了给我们的二号小选手 投上宝贵的一票哦 谢谢大家 谢谢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三号小选手 闪亮灯场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DemonQ组合 我们今天要发布的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小心愿 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创销歌曲 爸爸去哪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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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忙 经常开会要开到天亮 上次说带我去游乐场 我还现在日记奔上 谢谢你送我更好的礼物 可是我要的是你的财物 只希望你不要那么忙碌 我的世界要你加入 爸爸爸爸你要去哪里呀 是不是今天又不能回家 爸爸爸爸你要去哪里呀 我需要你的怀抱 爸爸爸爸今天去哪里呀 别忘记我在这儿愣不回家 爸爸爸爸时间在流失呀 不要错过我长大 爸爸爸爸时间在流失呀 不要错过我长大 爸爸 爸爸 我爱你 你知道吗 刚才你们俩这一句 爸爸我爱你 把周围眼泪差点没唱出来 好像真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说出心里话一样 这个歌曲改变得很好 你看一句歌词我现在记得很深刻 感谢你给我的礼物 但是我更需要你的在乎 哎呀唱的心里边隐隐作痛 但是呢 叔叔给你们一个建议 我不知道这歌词是谁改的哈 建议把那歌词是否改成 我感谢你给我的礼物 但是 我更在意你的陪护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准确一点 因为每一个爸爸 我负责任的讲 对孩子都是很在乎的 只是 可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在你们身边 但是孩子们的心声 今天爸爸们都听到了 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好吗 谢谢 来跟大家支持一下 我叫戴一鸣 我的英文名叫Diamond 我叫陈宇童 我的英文名叫QQ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是在QQ上面认识的 她妈还告诉我 我是从QQ上面下载下来的呢 能下载下来个孩子是吗 刚才你们说 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能告诉我你的小心愿是什么吗 每次我们演出都是妈妈带我们来 爸爸因为太忙了 从来没看我们演出 我很想爸爸来到现场 看我们演出 真的吗 我这么看见你们俩长得好像 请问你们是兄弟吗 我们不是兄弟 是同学 这是一对同学 但是总是妈妈陪伴着你们 所以你们专门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 希望爸爸能看到 今天爸爸有没有来 没来 爸爸没有来 真的吗 那你再喊一声 那你再喊一声 说不定有什么惊喜呢 来 爸爸 我爱你 哎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好酸啊 真的没来吗 那我答应了 我特别想替孩子答应 是哎 我在这呢 是我也想喊了 爸爸 哎 不是 碰碰巧了 碰巧了 不是碰巧了 就是 爸爸真的没有来吗 爸爸 如果你听到了 就告诉我们好不好 来 再喊一声 宝贝 爸爸 我爱你 我们也爱你 我们也爱你 这是爸爸是吗 哎呀 是你们二位老哥呀 真沉得住气 这要是我早冲上去了 谁是谁的吧 我是大一鸣的爸爸 你是哪个 这边这个 你是这边这个 我是QQ的爸爸 哎呀 孩子们说 今天想发布一个小心愿 就是 你们工作特别特别的忙 没有办法 陪伴他们左右 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这样 因为 作为我们爸爸 我们在家里面 是家长 然后我们在公司 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所以说 刚才我看到 他在台上跳舞啊 我真的眼泪就下来了 非常感动 然后呢 这个也是幸福的眼泪 也是自豪的眼泪 我为我们的儿子 能够在中央电视台 非常6加1节目上 有这样出色的表现 我非常的自豪 非常地骄傲 真的很骄傲 两位爸爸今天可能是第一次 这样坐在台下 静静地陪伴着孩子 看到孩子 看到孩子今天 舞台上的出彩 和舞台上的眼泪 我希望你们尽可能地 能够有一些时间 少一些 没必要的交集 多陪一下孩子 是不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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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我觉得你们俩刚才跟我们介绍 不是亲兄弟 是同学 对不对 对 那么 同学 你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好孩子 你有什么特点 我记忆力和动手人力都很好 我能一分钟迅速还原魔方 哦真的 把魔方拿上来好吗 我去随便打乱吗 越乱也好 你今天多大了 十岁 十岁 你永远这么淡定吗 别人都叫我淡定哥 做大事的人就要淡定 来吧 来一分钟 倒计时 开始 过 旋转如飞 马上就好了 好 漂亮 根本就没到一分钟 好孩子 这个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好好练 去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到时候你找我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你会什么来着 我除了爱唱歌跳舞之外 我还能心灵感应 是跟你爹心灵感应吗 不是 谁都可以吗 我感应到了 我失散多年的亲哥哥就在现场 你也有亲哥哥 你也有亲哥哥呀 而且呢 我还感应到 那个亲哥哥就是周伟哥 我觉得周伟看着比你爸还大呢 你要说我和你爸是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倒信 你说是咱俩 周伟姐姐你相信吗 我 我不信 他不能相信 我不信 那我现在就来验证一下好吗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魔术 名叫做心灵感应 好的 今天呢 我这里带来一个箱子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 不会一会儿把我变到那里边去吧 真说不定 太小了 这箱子 现在呢 为了保险期间呢 我要把这个箱子上锁 这把钥匙呢 周伟姐姐你帮我保管一下好吗 好的 至于这个箱子呢 我也要请一个人呢 帮我保管一下 文章哥哥 你可以帮我保管一下这个箱子吗 没问题 好 注意这个箱子谁都不许碰到它好吗 好的 各位观众 请不要打他的主意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知道吗 哎呦 好成熟啊 周伟哥哥 你说 接下来我邀请你到舞台上来 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好吗 谁怕谁呀 我 我 我上 我要替我爸妈作证 来吧 周伟哥哥 一年呢 有365天 你随便说个日期吧 6月1号 6月1号是吧 告诉你吧 其实你刚才说的6月1号 刚好就是我的生日 不会吧 真的就是 那么我还记得在我的生日6月1号那一天 你带我去了一个非常美丽而好玩的地方过生日 你还记得那是哪里吗 不记得 不记得是吧 你可以随便说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你看 在三亚的海边 三亚是吧 嗯 我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很帅气的衣服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颜色吗 不记得 不记得没关系 你可以随便挑一个观众 让他们来帮你回答我的问题 挑一位观众 来兄弟 你选个颜色 橘黄色 橘黄色 橘黄色是吧 嗯 好 那么这位哥哥 当时呢 完了之后你带我去吃了我最爱吃的东西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吗 我可以随便说 对 臭豆腐 臭豆腐是吧 没想到你还喜欢吃那种口味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记得我们吃完臭豆腐之后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当时呢 我给你变了一个很神奇的魔术 也许你已经忘记了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个魔术给你重现一次好吗 大家请看 这里呢 有一幅普通的扑克牌 每张牌都不同 接下来呢 周围哥哥 请伸出你的食指 随便点一张 这张是吧 确定吗 确定啊 不会回哦 不会回啊 不换呢 不换啊 那好吧 好吧 好 接下来呢 你拿着这张牌 记住它是什么 记住了 并给所有的观众看 让他们也记住 不要做到这神秘 其实呢 这张牌不是重点 我也可以看 你是玩我 那叫什么 这孩子的眼神 是方片Q是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方片Q这张牌 好 周围哥哥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 我已经用我的意念 把我的记忆传送到了 一张很大的纸上 还用我神奇的魔力 把那张纸 存在了一个 很坚固的箱子里面 还上了锁 今天这个箱子呢 我就带在了现场 就在文章哥哥那里 保管的 我现在去把它拿过来 你确定没有动过 那个箱子吗 好 文章哥哥 谢谢你帮我保管箱子 下次一定带你去吃 臭豆 这小家伙 太成熟了你 这了不得了 我的助手 我需要一个桌子 需要一个桌子 你的助手 放这个箱子 你的助手也很成熟 你看 朱勋姐姐 我刚才给你的拉拔钥匙 没有动就把 把这个箱子打开 我打吗 是你打 哎呀 你紧张什么 我不都会用钥匙 他在验证我 看起来你不太会用钥匙 你平常怎么回家的呀 他们家是自动门 我们家是密码锁 看来你的家没有钥匙 来 把手给拿给我 好 谢谢你 周围哥哥现在呢 请你从这里把箱盖打开 看见里面有张纸了吗 看见了 亲手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先不要动 先不要打开好吗 哎 刚才是空的 好 把它拿给我 接下来呢 你拿着这一头 我拿着这一头 等会呢 跟着我的节奏 一点一点把它翻开 好的 各位观众 请准备好你们热烈的掌声哦 哎呀 好 我们先翻开第一页 我和哥哥在我的生日六月一号那一天 我们去了非常美丽的三亚湾过生日 三亚海边过生日 哎等等 大家掌声不够热烈 哎呀 厉害啊 好 那天我穿了一件黄 橘黄色的衣服 哥哥带我吃了 我最爱吃的 臭豆 哎等等 各位观众 重点来了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 我给哥哥编了一个魔术 他偷了一张方箭票 谢谢大家 不会吧 那么现在你相信你是我的亲哥哥了吗 我回去问一下我妈 你相信了吗 我有点信了 那那个兄弟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问什么 你为什么你这么这么好的记忆力 还要在橘黄的黄的前面 要先加一个橘子呢 因为呢当时我不实质 在我的记忆中我想了一下 我才想到这个橘子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那么终于说到这里 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太可以了 来 兄弟相认的一刻 没有想到失散多年的兄弟 在这里我们相识了 那个 谢谢大家 老爸你还好吧 这个问题挺神奇的 我们俩确实是亲兄弟 但是为什么老爸比我还年轻呢 欢迎一下宝贝你太棒了 太棒了 我留个纪念 留个纪念 好不好 好好好 专门送给你的 谢谢 谢谢 真的是两位特别棒的小帅哥 有各自的绝活 也有这个单打独斗的本事 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 下一个环节 挑战大明星 来吧 亲哥哥 来 你们要挑战 这位哥哥是什么呢 出题吧 我们说话绕口令 绕口令 绕口令 你这不就是 这可不一定 在丑盆上了吗 你谁来挑战 谁来挑战 我们一起 一起 一起 来吧 来吧 四小时 四小时 十二十十 十四 十四三鸡子 十小时买了 十四四斤 十两西红子 十小时买了 十四斤 十两西餐子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的 说的是什么呀 我可以用普通话帮你翻译一下 咱一句句来行吗 第一句 四小四和十小时 四小四和十小时 四月十四日十四十四时上集市 四小小时 四小时买了四十四两西红柿 四小四买了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 四小四买了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 十小市呢 十小市买了 十四斤四两细蚕丝 细什么 细蚕丝 细蚕丝 十小市买了 十四斤四两细蚕丝 没了 没了 哎呀我的妈呀 要用重新画 重新画不够 不行 我就用普通话 讲的就不容易啊 四小市和十小市 四月十四日 十四时四时上集市 四小市买了 四十四斤四两 五市十小市买了 十四斤四两细蚕丝 哎呀你怎么记忆力 这么好的 开玩笑呢 我也有孩子 他也这么考过你吗 跟孩子你记忆记忆 不好可不行 来出去姐姐说一遍 掌声欢迎 他又没任我当姐姐 他是你的亲兄弟 真好 你觉得他完成的怎么样 九十九分 还有一半 还有一小半 因为呢 我们的题目是用重新画 所以呢 你要下去好好练 学一下重新画 那你好好 教教你这个大哥哥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我觉得再次掌声送给周围 特别棒 谢谢 我算过关了啊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号小选手 别忘了给这一对小兄弟投上宝贵的一票 加油 谢谢你们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小选手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叫赖 我今天发布式 我不光会配照 我还是个小歌手 我给大家唱首好听的歌 亲爱最伟大 我们都是小亲妈 呱呱呱呱呱呱 希望快乐的生活 最爱说小话 我们都是小亲妈 呱呱呱呱呱呱 每条快乐的唱歌 是共的吉他 哭了做 难做 吃买不做 今天吃完好 说本领 开白 成川 要做 聪明吃完 要做 勇敢吃完 餐饿 出发 起码就来到 又听到我的小天了 前面没消失了 也害怕 亲爱的也能变老子 我再一起来 跳 恰恰恰 不做 难做 之外 不做 今天吃完好 说本领 三百 成川 要做 聪明吃完 要做 勇敢吃完 唱 我出发 起码就来到 太可爱了 你想听到谁的点评 文章叔叔 文章叔叔 给我们点评一下 太可爱了 我觉得它好像 那个小时候的肺翔 小肺翔的感觉 小肺翔吗 多少有一点点 真的 眼睛的那种深深的感觉 对 感觉非常的 有画面感 确实是这样 真的 它不说话 就是让人 小绅士 对 不说话 都让人觉得爱得不行 宝宝 大家都那么喜欢你 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对 大家好 我叫亮 今天我睡了 我妈妈是中国人 我爸爸是德国人 他们都叫我小坤雪 小麻洞 小猛王 完全 青蛙王子亮 谢谢大家 他是青蛙王子 你为什么是青蛙王子 不是白马王子 因为我喜欢青蛙 青蛙长到后 就可以变成王子了 哦真的 青蛙长到以后 可以变王子 哦 这就是青蛙 我还在学青蛙的本领 你还在学青蛙的本领 我在学青蛙的绕口令 青蛙还有绕口令吗 青蛙就会说俩字 华华 来 你会青蛙什么叫绕口令 我们听一听 青蛙叫乖乖 帮到地里开西瓜 西瓜看好看好 帮他说要长得大 西瓜和娃乐哈哈 哦 哎 我教你一个呗 你能说吗 四十四和十小时 四月十四 我都中了魔了 你别怕孩子弄晕了 这是 蛙和瓜的一个绕口令 是不是 嗯 你会说德语吗 好孩子 会 我还会说德语的绕口令 哦 德语的绕口令 我还会说德语的绕口令 周围你学学这个 哈哈 来吧 你看 你看 他讲 到这就很好了 他这个绕口令 基本是讲的 他是德国的一个老太太 卖冰棍的故事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他说 奶油的十根 橘子的十根 哈哈 巧克力的十根 还有双色的十根 你看 一共五十根屁股嘛 我数了一下 十来根 十来根 十几根呢 十四十字和十小时 四月十四日 到齐市 买了四十四斤 四两西红柿 你饶了他吧 你饶了他吧 哎呀 宝贝 你这个 这段德语 大致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我那喜欢舔蜗牛 蜗牛觉得很害怕 更多的蜗牛 吃到别的蜗牛没味道 是个蜗牛的故事 不是老太太卖冰棍的故事 其实这个小朋友 你们不会感到陌生 为什么 他特别擅长拍照 对不对 拍过很多广告 我们有的孩子 应该是看着他的广告 长大的 到底是拍了哪几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小朋友 什么动物力气最大 蜗牛 大象 是我 我可以把大象举起来 看 真是个机智的小淘气 其实我们是一个广告小明星 对不对 然后你平时是唱中文歌多 还是唱德语歌多 我唱中文歌 爸爸听不懂 我唱多文歌 妈妈听不懂 那你爸爸和妈妈说什么文呢 英语 你爸爸妈妈今天有没有来 来 来来来 有请台上让我们认识一下 欢迎您 叫迈克 没关系 所以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China 6 years 6 years you can't speak Chinese 就一点点 他在中国已经是6年了 但是他就会说一点点 你平时不教他中文吗 教不教 教 你怎么教他 爸爸不是要工作吗 就他来的时候就玩一下再教他 这玩一下再教他 是不是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俩吵架吗 我们就是 就肯定夫妻之间会有一点小摩擦 那肯定是的 就对 有时候呢 用什么语吵 就一般就是用英语讲 用英语讲呢就会讲得快一点 然后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 所以有时候再生气呢 就彻底就不讲了 就不理他 生气就不理他 不讲话 这个时候他爸爸特别抓狂 你一冷静他就抓狂 对对对 如果他们俩吵架的话 你会怎么办 帮爸爸 妈妈你是最美的妈妈 最美的老婆 我最爱你妈 老婆 是这样 他是 他爸爸呢 因为他 因为看我不理他 然后呢 他就会去找来 用德语跟他儿子商量 然后说 真的 对 那他说 能不能帮爸爸一下 去跟妈妈道歉 什么 我一直觉得 就像这样的 国际婚姻的家庭 可能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沟通的障碍 现在障碍 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换 反而变成正能量了 在家里 就是我们父母的 那个小小的论滑记 和一个小小的开心 确实是这样 好的 今天既然一家三口 来到我们的现场 一家三口 能不能给大家 带来一个精彩的 节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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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好孩子 Future is so very high 管有你去什么 你我从来也不起 有一条爱心学来 操机着去干净 我手里拿着小屁屁 我心里真的硬 不知怎么 拽了一身 太可爱了 看到这一家这样的幸福 觉得真的 我们都会被你们的幸福所感染 好的 那暂时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然后他们在下面 看我们的表演好不好 再见是发音 你不能走 你还要在这里挑战大名 是的 好不好 再见妈妈 再见就是去死 再见就是去死 再见是去死 我一般我媳妇跟我再见都这么说 去死吧 孩子特别可爱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好不好 来 挑战大明星 生死 生死 生死了孩子 找个回来 我们要挑战的是文湘出书 那个 特别国际化的一个小朋友 特别可爱 你好 带回家吧 我回家 你还会读德语吗 学过 真的 这就几句 好吧 对不对 我喜欢你 哎呦 了不得了 爱的不行 宝宝你要挑战他什么 用不同语言说 我喜欢你 比如说 你可以用几种语言说 用五种语言 不同的语言 真的 第一种 中文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中文 英文 I lik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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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手 你 水 你 我 있다 对了,那文章,你是大人,六种语言 我来试试看好了 你可以对着他,你看,我喜欢你,来 六种都可以 我喜欢你 诶,一种 然后 这是什么语 德语 接下来是 英语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广东话,四种 嗯 我喜欢你 这是哪个 印尼 印尼语 然后 我是 你喜欢的 哦,日文 我觉得 那个方言 那个有点重复 你教他一方言吧 我是天津人 嗯 我教一些天津话吧 天津话,怎么说我喜欢你啊 尤其是天津四十岁以上的妇女同志 爱说这句话 哎呀,宝贝,我贝儿耐你 不不不,你还要注意我这个表情 四十岁以上的妇女一般都是 看见这样的小孩 哎呀,宝贝儿,我贝儿耐你 嗯 来一个 哎呀,宝贝,我不爱你 哎呀 天哪 可以吗 她在我的地球上还有所发挥 哈哈哈哈 她基本上是五十岁以上了 哎,你觉得你对她的表现满意吗 宝贝怎么样,可以吗 满意吗 满意 好吧 谢谢,谢谢,文章叔叔的陪伴 好的,请记住我们是今天的四号小选手 到时候投票的时候哦 不要忘了给我们的 那么可爱的宝贝,头上宝贵的一票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又请今天的五号小选手 闪亮登场 大家好,我叫陈培宇 今天来到《非诚6加1》 我要发布的是我的一个小白脑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 第一个唱段是《圆门外三声炮》 《圆门外三声炮》 《圆门外三声炮》 管 鸦 鎖 鱼 鱼 鱼 当年的鸡鱼 叫我 又赔上了身 书爱的鸡 飘如雨 走当地木 刺着鸡鱼 上了上鞋桌 滚了混天后 书爱的鸡鱼 水流香 书爱的鸡鱼 唯有观战军囊 书爱的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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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弄彩 她猛虹 不中我飘彩的足感 她一年掉 不再喝多了 真有鸡鱼 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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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前人 她本是那种不类子 有眼睛的宿 将族不不少太近 而为有 我本是她的名字 亲爱的鸭 好孩子 刚才的戏唱得真不错 来 想听到谁的点评 想听周伟叔叔点评 周伟叔叔那么点评一下 刚才这段一句唱得有滋有味的 而且还难得能够采办来唱 所以你说一般的孩子要是戴上这样的 勒上头 穿上这样 尤其是戴上这个织绩 这一身装备以后她动都不会动 对 你看刚才运用自如 那小手 那小眼神 非常好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才艺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没有引导的意思 最吃功夫 谢谢 谢谢周伟叔叔 来 宝贝 给我们直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培宇 今年八岁了 来自河南郑州 我学习五年了 今天来到《非诚6加1》 希望评园老师 观众朋友们能够多多支持我 我觉得学习的孩子特别能吃苦 你学了五年了 你是自己喜欢吗 对 我两岁半的时候 在家看电视 看见别人唱刘大哥 我也跟着唱 妈妈觉得我有这个天赋 把我送到艺术学校里面学习 到现在为止 妈妈都特别喜欢听我唱《亲家母》 唱《亲家母》是不是 你学习是住在学校里 还是可以走读呢 是住在学校里 你从三岁就被送到西校里 住在西校吗 是 一直是这样吗 你不会想家吗 会 每次想家都会躲在被窝里哭 舍不得妈妈 舍不得爸爸 对不对 你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学习 因为我想完成妈妈的心愿 妈妈说她以前也想当个戏剧演员 但是她的梦想没有实现 你想完成妈妈的心愿 这个小姑娘真是 喜欢听《亲家母》是吗 妈妈最爱听你唱《亲家母》 那好吧 我觉得你今天把一首 特别好听的《亲家母》送给妈妈 你送给这么多支持你的观众 好不好 来 好孩子 你要脱掉这个 还要换衣服 脱掉这个 它里边已经办好了 你看 跟魔术似的 一脱就是老太太 好孩子 《亲家母》你坐下 咱们说声之心话 快 快使是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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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5,6,6,4,7,6,1,7,9,8,1,7,7,4,8,8,1,7,6,1,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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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9,7,12,0 即使我现在我们这一个人络色罗离了 我家裡看一看那鬼什麼很什麼 坐立朝新古代 新娘新娘新年華 這家沒有中國的一次錯過的沒有哪 家裡裡都能幹 世人見了總人垮 當一個弄也可卸甲 對 當一個弄也可卸甲 其實我覺得挺棒的 一下那個小老太太那個勁兒就出來了 挺棒的媽媽喜歡聽這段是不是 孩子一直說自己有個小煩惱 你都唱得挺好的了 有什麼煩惱啊 因為我剛才唱的目規音掛帥和親家母 他們都是老大的角色 老實說吧 我的嗓子條件不太好 我想問問文章叔叔和張偉叔叔 有沒有什麼保護嗓子的好辦法 這兩位你這是問的行家了 有什麼保護嗓子的好辦法交給孩子嗎 我覺得保護自己嘗子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吼或者是 有什麼保護嗓子的好方法就是 盡的聲音 呃 尖叫的聲音 注意喊這樣 哦 周伯叔叔 這東西戲曲它可能跟別的孩子有點不一樣 嗯 這個東西戲曲百分之七十是老天賞的 真的 爸媽給的 就是你這嗓子你是什麼型 包括孩子这个形象 您是哪个角 就是哪个角的P子 所以你这么小 还不着急定型 我估计你在戏校里面 老师也是在逐步的 根据你每个人生长的情况 慢慢的定向去培养 所以孩子不着急 把嗓子保护好了 等你长大成人以后 自然那个形状 就是这样 变生期过了之后 你就知道自己 真正的嗓音是什么了 好不好 咱们不着急 小姑娘一直在跟我说 今天有一个心愿 我想和周伟叔叔 一块走小台步 来吧来吧来吧宝贝 来来来 我上去跟你配合是吧 宝贝 要不然这样吧 既然你都把他叫上来了 就直接来到下一个环节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挑战大明星 你发现没有 反正体力活都是我的 除了走秀就是走小台步 到你那多好 嗯我爱你 来吧 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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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行吗 你要配上那一句 宝贝儿莫奈你 就更好了 太有创意了 我给你带 我给你当个道具 来 来当道具啊 现在我就是天津的一老婆婆啊 对老婆婆 儿媳妇刚进门 天津的啊 来走着 哎呀 宝贝儿 我奈你 哎呦 我的鸡皮疙瘩 真的是从腿上骑过来 我的个子 行吗 宝贝儿 你觉得过关了吗 还行 这 这才还行啊 你看到我这体力活不说 总远不及格 还行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五号小选手 特别可爱 喜欢欲据的一位小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的五号投上一票 来吧 让我们有请今晚所有的小选手 再次登场 好的 这就是今晚的 一二三四五 五组小选手 我们只有一个名额 成为今天的非常小明星 请同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 要是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 微博 爱的要是综艺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 张 三百六十五里路 我们真的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在工作人员统计票数的时候 能不能带着我们的孩子 把这首歌也献给他们的童颜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有请文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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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梦的新尘 祝道不了我新尘 多年飘泊日夜 乘风露宿 为了理想我 忍受寂寞 饮尽那份孤独 陡落一滴的尘土 踏上遥远的路途 满快痴情追求我的梦想 三百六十五日年年的度过 过一日心已成三百六十五日年 月火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年年的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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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秒出结果 三二一出结果 恭喜你们 本节目 像个包装严肃点 在山鸟飞绝 万经人中灭 都掉寒浆雪 哇 真聪明 有一个母娘 她有一些怕你 她还有一些疯狂 我还有一些怕你 在山鸟飞绝 一样的词 对